防疫大拓战疾管署防疫医师齐声喊话 酒精虽然能够抑制病毒活性 但无法封杀飞沫包覆的病毒 只有洗手才能够完全吸引病毒 主体创立超过一甲子的清洁用品龙头厂 洗手液洗手灶等清洁商品 随着防疫概念发烧业绩爆量成长 洗手灶系列的清洁配方 电竞云拿下全台 来近七成事战 有57年历史的王牌洗涤灶 日产量数万颗年销额上亿元 1967年我们就已经在推行洗手运动 现在消费意识抬头的情况下 大家慢慢会知道 这中间对于自身的保护 肥皂的清洁成分 主要来自于牛油和椰子油 投进6万公斤容量的波炉 以高温110度加热8小时 雨解产生造化作用 牛油它本身硬 所以在洗净的时候比较耐磨 而且但是牛油的清洁力比较好 那椰子油是比较软 那泡沫椰子油比较多 所以在洁净的过程当中 是利用牛油的耐洗性 那椰子油的泡沫性 那把脏污带走 市面上肥皂琳琅满目 哪些成分标示洗净率最高 肥皂开发资深复理列举 牛油洗净率No.1 其次是棕榈人油 椰子油 棕榈油 橄榄油 以此排名 牛油洗净率高 但棕榈油最轻敷 各家肥皂厂会以特性组合配方 冷却部化的灶粒经过三道碾压 能将多余的空气压出 让洁净组织均匀且致密 肥皂用久了 不亦软塌断裂 棕榈油 高达九成以上脂肪酸钠 也就是纯皂成分 市面上洗手液因为加水稀释 纯皂成分降到直升一到三成 因此一般来说 肥皂洗净效率比洗手高 除了本土厂商赶供洗手商品 日本制的牛乳肥皂业绩也成长 在日本销售1.06亿颗 平均每天出户29.2万颗 拿下日本第一市站的香皂 在台湾市场也有192万颗销量 泡沫越细致越有弹性 它才能够真正的深入 我们的毛细红把脏物带出来 就看它的成分比例 那最主要转换的就是 我们的牛油跟椰子油 是8比2的比例 111年历史的日本香皂厂 同样以牛油和椰子油 作为投入煮皂的洁净成本 以补吹制把 碱化 制出皂基 由于碱刺激度高 需加盐分离 追求温和感 就得多一道离锡程序 越多次的盐锡分离以后 它转化出来的那皂 它就越温和越好使用 在盐锡过程里面 油脂会转换成干油 人体的脂肪 把它分离以后 它其实就是干油 透过油脂转化的干油呢 最能够贴近我们肤脂 业者分析近几年 香皂消费出现 年轻化与女性化趋势 主要因为肥皂含水量低 不需添加防火剂 所以相对抗敏 进口罩也带动市场成长 保育概念发烧 现在洗手清洁用品 在药妆通入的销量 出现了双位数成长 再把时间往前推 当时进了像这样的 法国马赛造 甚至陆陆续续 有超过10国的进口罩 进到台湾 那进一步的推升了买气 因此我们观察 经济部统计出的 服用造产值 从2011年的3.7亿台币 到了2015年 来到10.03亿台币 持稳到了2018年 来到10.72亿台币 年车涨幅度来到10% 只不过诉求防疫的当下 最怕的是肥皂使用方式错误 病毒依旧难产 附着在手上 洗手方式七一自绝 内外夹工大力丸 首先先沾四双手 拿起肥皂 然后搓了一点泡泡之后 开始搓到起泡了 再来就是内 内就是说手掌内 内部搓搓搓 外 手掌外 就是手背 夹 就是在指宫的地方 好 再来是宫 手宫 摩在手掌这边搓一搓 大 大拇指 转一转 立 手指头站在手掌上 好 稍微搓一搓 指宫 完 这是手掌的地方 好 接下来就可以冲洗咯 这些脱洗跟冲洗的时间也很重要 根据日本的实验呢 正常的洗手大概泡沫搓揉大概15秒 然后冲水也冲个15秒 那重复两次才能够有效的清洁 日本实验显示第一回30秒 洗去90%细菌病毒 第二回30秒 清洁剩下10%脏污 洗手期自觉要牢记 也得耐心洗 才能在疫情非常时期 成功防疫